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结婚吗 生完孩子被老公出轨的那种 前段时间 公辞恩的生活状态再度引起公众注意 这个两次婚姻皆以失败告终的女人 如今在子女的陪伴下 似乎越来越幸福了 提到公辞恩 她曾经是台版的雪山飞湖当中 一人分饰两绝 俏皮可爱的成林素 稳重成熟的冰雪儿 成为很多7080后的青春回忆 这部剧的主题歌和插曲 也是耳熟能详的 其中的追梦人和雪中情 如今依旧是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 荡气回肠的旋律 让人想起那段让人一难平的剧情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 公辞恩之后再无成林素 由此可见 当年公辞恩在这部戏份中 扮演的角色相当深入人心 自果红颜多薄命 不许人间见白头 与剧中悲剧角色相类似 现实生活中的公辞恩 在年华最好的时候育人不熟 两段婚姻都很坎坷 1963年 在香港出生的公辞恩 家世还算不错 父亲是做会计工作的 母亲在电视台上班 她是被父母精心呵护的独生女 温室里长大的花朵 不懂人是险恶 单纯又善良的女子 丝毫没有防人之心 或许这才是她 后来遇人不熟的原因 据公辞恩 回忆当年的从艺经历 原来当年的她 是误打误撞进的娱乐圈 中学毕业之后 她原本是在一家律师行当秘书 但是在严谨枯燥的工作中 她找不到存在感 也没有任何成就感 老人家常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其实在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 女子若是选错职业 跟选错老公的感觉 几乎是一样的 那段时间她很迷茫 也为此苦闷不已 后来在电视台工作的母亲 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少儿节目《香蕉船》 正在招聘主持人 母亲建议她去试试 原本就擅长歌舞表演的她 品貌加剧一击而终 在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光 她渐渐的找到了存在感 从此进入娱乐圈发展 没想到刚刚入行没多久 公子恩就招来了小三的骂名 1986年 公子恩与黄日华搭档 共同出演薛丁山征兮 两人阴系生情 互生好感 然而彼时的黄日华 是有正牌女友的 她就是梁洁华 当时的公子恩是TVB力捧的 当红小花 而黄日华则是TVB五虎将之一 是当时人气非常高的 当红小生 虽然男为婚女为嫁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 被媒体爆料之后 还是引来骂声一片 因为在此之前 黄日华经常跟女友 梁洁华秀恩爱 两人的恋爱关系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经过公正认证 和粉丝认可的 所以秀恩爱死得快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区别就看被牺牲的是谁了 满城风雨当中 公子恩败下阵来 成为被人嫌弃的小三 虽然黄日华对外界解释 声称跟梁洁华分手在前 跟公子恩牵手在后 但是公众并不买账 一个背负着渣男的骂名 一个背负着小三的污名 两人的视野一度陷入低谷当中 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这段感情在满城风雨中摇摇欲坠 两人后来分手后 对外的解释是因性格不合 然而真实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恋爱就成为人人唾弃的小三 这对于出身清白的小家碧玉来说 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公子恩性格中 坚强的那部分 是在这个时候充分体现了出来 化悲伤为动力的他 全心全意的搞事业 1990年 当港美爆出公子恩突然结婚的消息 全港一片哗然 因为自从黄席恋之后 再也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绯闻 怎么就突然结婚了呢 港美对新郎官非常好奇 深挖之后才晓他是一位商人 名叫霍振华 除此之外 两人是怎么相识相恋的一概不知 或许是公子恩吸取了前尘往事的教训 所以把这段感情保护得非常好 但是即便如此 这段低调的闪婚 仅仅维持了一年 就以失败告终 原来公子恩去马来西亚拍戏期间 霍振华有了外遇 出差在外拍戏的公子恩 因为提前结束了工作 比之前说的归期提早了几天回家 结果可想而知 出差回家不怕晚就怕早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提前回家 结果想象中的小别圣新婚 变成了桌奸在床 坚信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划分的 公子恩提出了离婚 没有了围城的羁绊 公子恩继续加大火力搞事业 没过多久再次因戏生情 这一次是相差三岁的姐弟恋 1991年 公子恩跟林伟因共同参演雪山飞湖 彼此看对了眼 擦出了爱的火花 当两人相恋结婚的消息 占据半个港台娱乐圈的各大版面是 除了收到来自圈内好友和家人的祝福 粉丝也纷纷调侃他们 谁能想到成林素和福康安喜结良缘了呢 喜欢上一个人似乎很容易 但是对于有过失败婚恋经验的人来说 往事的情伤太重 公子恩再也不敢轻易地进入婚姻的围城 对这段感情 公子恩非常珍惜 小心翼翼地谈了九年的恋爱 他才敢嫁给林伟 1999年 两人结婚之后 相继生下爱一儿一女 分别取名为林卓裔和林凯玲 然而现实生活不是连续剧 没有那么多大团圆的喜剧结尾 更多的是一地鸡毛 女人觉得相夫教子 岁月静好的生活 在某些已婚男人眼中 则变成了不关心自己 只关心子女的黄脸婆 有人说女人生完孩子 孩子就变成了她的软肋 这句话一点没错 因为抚养子女原本就是女人的天性 男人什么时候容易出轨 七年支养的时候 2019年8月 两人的婚姻早就过了七年支养 彼时正是夏日里西瓜畅销的季节 谁能想到在吃西瓜的季节 林伟跟一女子在水果店吃瓜的瓜料 被媒体拍到了呢 而跟她一起吃瓜 举止亲密的女子并不是她的老婆 公子恩 这么大的瓜料 媒体当然不能放过 彼时忙着拍戏赚钱的公子恩 在她参演《那年花开月正元》 正在热播当中 这部戏当中 她扮演孙丽的婆婆 美人虽然耻目 但是演技依旧在线 她将雀懦胆小又善良的婆婆 刻画的入目三分 这样好的演技 都是当年一部又一部戏 积累出来的 一边看月正元 一边看她二婚老公 重复前夫的故事 再一次上演疑似婚内出轨的故事 媒体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不嫌瓜料大 就怕瓜料不食的媒体 一路尾随林伟二人 拍到两人一起吃饭的亲密画面 分手的时候 两人还亲吻拥抱 恋恋不舍地离开 媒体把这个瓜料 实拍了之后 趁着那年花好月正元 以及夏日炎炎的热度 推出新鲜打瓜 这则瓜料上市之后 果然引来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关注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之时 林伟声明自己并非婚内出轨 因为早在两年前 他就跟公子恩分居了 就差办离婚手续了 除此之外 林伟还表示 公子恩给不了他想要的安全感 但是另外一个女人能给他 而公子恩给出的解释是 因为他忙着拍戏 所以两人聚少离多 感情变淡 所以才离婚了 当公子恩忙着拍戏赚钱养家 把一双儿女抚养长大成人的时候 老公却在埋怨 他给不了自己想要的安全感 据林伟所说 公子恩在教育子女方面 很舍得花钱 两个孩子当年就读圣保罗中学 每个月的学费 就要花掉两万八千元港币 儿子长大后 公子恩还把他送到了加拿大的 爱普比贵族学校 这所高中里连结的小女儿 也曾在此就读过 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 就高达四十万人民币 公子恩之所以将儿子送入这么贵的学校 自然是对他给予厚望 因为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 最后去向不是哈佛 就是耶鲁等众多名校 顶着世界级名校毕业生的光环 将来必顶人中龙凤一般的人物 如今看来 林卓毅并没有辜负公子恩的期待 除了继承了母亲的高颜值以外 他在学校也是学霸的身份 另外在音乐方面的表现也很不错 擅长小提琴和萨克斯 并且还加入了学校的橄榄球队 走的是文武兼备的全才路线 儿子优秀 女儿也不差 姐姐林凯玲 如今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 十六岁那年就以歌手 演员 模特的三重身份进入娱乐圈 因为长相不仅酷似母亲公子恩 年轻的全盛时期 而且还神似吴佩茨 因此被人称为小吴佩茨 出道至今 也曾参演过杜琪峰监制 红金宝 许安华等大咖明星指导的电影 七人乐队 从古至今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是天下父母最大的心愿 公子恩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将一双儿女培养成才 背后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 懂得羊羔贵辱 乌鸦反哺的一双儿女 也必将不赴母恩 或许这才是围城之中 生儿育女最大的意义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远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